Hi Brian with Kennegan 歡迎收聽尬聊音樂 快點來聊天 大家好 這個禮拜過得還好嗎 然後我先在介紹歌曲之前跟他再講一下 因為我的Podcast除了在那個各大Podcast的平台上面有之外 我同時還有放在我的YouTube上面 那我的YouTube的頻道就是Kennege 然後後面大寫的兩個英文字母ST這樣 Kennege ST都會放在上面 然後我最近收到了YouTube11月的來信 然後他們就是關心創作者啦 然後他有說 說什麼我要多跟我的聽眾講說 你們要記得訂閱分享然後開啟小鈴鐺 他真的是很可愛 我自己是一個很聽話的創作者 但是呢我同時也是一個很普羅大眾的聽眾 所以我很懂啦你們想訂閱就訂閱 不想訂閱也沒關係 反正他都叫我講嘛 我們就還是去講一下 所以大家記得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然後對大家不要有任何壓力好不好 這不是什麼情緒勒索 就大概是這樣子 啊我知道如果他又在寄 就是如果他下個月再寄類似的東西給我 我看好像要講一下slogan 就是每次開頭都大概要講一下 但我又很不想要講那個 好啦那算了沒關係 反正他既然有寄信給我 那我們還是聽話一下就說了一下喔 好那我有說了喔 那今天呢要介紹這首歌 大家看標題就知道了 我今天也只想要介紹這首歌啦 我沒有想要介紹第二首或是其他的歌曲 這首歌呢就是來自小鬼黃 小鬼黃紅生 地球上最無聊的下午 然後這首歌 我自己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不管是對小鬼本身 還是他的工作夥伴 甚至對歌迷朋友來說 這首歌都像是一份禮物一樣 又驚喜 然後又很溫暖 又很催淚 就是如果你是他的歌迷朋友的話 你看到這部MV 聽到這樣子的歌詞 然後再次聽到他的聲音 你都會覺得哇 嗯現在應該不能說是可惜了啦 因為可能前 他剛離開的那一段 大家都會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現在更是希望他過得更好吧 就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裡面 所以我自己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除了真的有掉幾滴眼淚 然後很感動之外 真的是蠻開心的 那當然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溫暖 所以才基本上可以帶給我們這樣子很 很愉悅 然後很溫暖的一個情緒吧 我覺得 那這是他就是離開之前所留下來的作品 而且我覺得我不得不說啦 小鬼真的是一位很優秀的藝人 明星歌手 他的影歌是三期 就是全方位的才華跟才能 真的是一位很可貴的藝人 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剛結束的金馬獎當中 已故藝人的影片裡面也有小鬼的片段 那我們再往前推一點 從今年的金曲獎到金鐘獎 然後再到剛說到的金馬 小鬼在演藝圈的努力 其實真的無庸置疑的 而且這樣子跨領域的發展 他都能夠有一個位置在各個領域當中 真的是非常佩服其實 所以這首歌呢 地球上最無聊的下午 我覺得歌名上算是呼應他在2011年發行的歌曲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那在這首歌的歌曲上面 不管是歌詞啊還是MV的拍攝 我自己覺得都還蠻顧名思義的啦 就是在詮釋小鬼平常的午後日常 那因為我剛剛前面有說到嘛 他是小鬼生前留下來未完成的作品 所以其實他的TAT團隊有表示說 小鬼當初在創造這首歌的時候 他是覺得要 他是覺得他一直以來 他都沒有過過像一般人啊 或是像普通人一樣那種 很悠閒的下午 那這種下午他應該是要很日常 然後很浪漫的 所以他的團隊們呢就找到了小怪獸來 算是協助幫忙 然後提供了很多歌詞上面的想法 那大家如果有看到 作詞作曲者裡面的作詞者的部分 除了有小鬼之外呢 還有一位就叫做小怪獸的人 其實目前應該蠻清楚了啦 這位小怪獸應該就是小鬼的女朋友群群 然後在MV上面呢 有小鬼的經紀人Dino說 整個策劃指導 我覺得也只有跟小鬼這樣子 朝夕相處的Dino 才能夠把這部MV給完成 然後非常的感人 所以雖然啊 雖然整個MV裡面 有關小鬼正面的畫面啊 都是用繪畫的方式 動畫的方式給呈現出來 但是你還是可以感受到滿滿他 滿滿小鬼的特色 滿滿的就是小鬼的整個形象 然後很溫暖的樣子在裡面 我覺得MV也是 如果你真的是歌迷的話 會哭好不好 真的是會哭 然後很日常的一個故事的運鏡 是運鏡嗎 反正就是他整個MV的內容 然後呈現的方法都是 都是很暖的啦 我覺得都是很暖的 然後會很讓人懷念起小鬼 以前在節目上啊 或是在歌曲上的想法 還有他在做各個 算是我們從另外一個層面來 潰淡他以前生前希望 或是他向往的午後生活 然後把他的小小的夢想 給成真的一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首歌另外一個創舉 就是錄音 就是我們不在的人 要怎麼讓他唱歌呢 其實還是要感謝科技的發達 那這無疑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音樂工程 我自己其實有在玩混音啊 或是錄音的這些東西 那因為這整首歌呢 都是用小鬼生前的聲音所混出來 然後去製作而成的 所以如果今天他們的團隊有的素材 都是沒有任何音樂 然後沒有任何背景音特效的聲音檔的話 就很像我現在在錄這個Podcast這種 只有純粹我的聲音 我的咬字 我的說話 然後沒有旁邊的雜音 或是沒有旁邊的蹭樂 其實可能還好處理一點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 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因為錄音是這樣子啊 就如果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最好的素材 然後最趨近這首歌 想要呈現的感覺的那一個聲音的話 那後面的混音還有微調啊 甚至母帶的處理 都是相對比較容易的 他就不會是在拯救這首歌 他會是在 因為其實混音後面的 就是後面的後製過程 都是在幫這整首歌加分用的 而不是在救這首歌的 但是因為今天小鬼的團隊 面臨到的問題是 他們完全沒有主唱的聲音 那他們只能從他生前可能的 可能是音樂啊 就他以前發過的歌曲 或是影片 甚至是日常隨手錄下來的這種聲音 都會變成他們的素材 他們需要應用 運用的任何的媒介 然後再去把它拼湊出來 所以這個後面的工程 大家可想而知是一件非常快的 就算你是 我覺得就算是很厲害很厲害的混音師 很厲害的錄音師 他對他來講 他都是一件棘手或者是 很有挑戰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也有講到說 其實他們的團隊在這首歌的製作過程中 樂器那些其實很早很早就已經都錄好了 就只剩下主唱的聲音 那大家說現在科技這麼發達嗎 我剛剛說了 應該是很簡單吧 但其實真的是沒有 大家有記得一個搞笑的影片嗎 就是有一個女生 然後她也是在唱歌 然後錄音師外面的錄音師 手忙腳亂的在幫她調那個音準 然後在那邊動那個console板啊 然後用那個什麼挖勾的 就是一直在那邊調 然後把它調得很棒 所以畫面就這樣 從錄音室裡面切出去 切到那個混音台 就是工作台上面的時候 聲音就是從地獄 然後瞬間變到了天堂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每一首歌都用每一首歌 自己的旋律 自己的情感 情緒甚至是口氣 所以如果今天歌手 他唱的沒有這麼的好 但至少他是有跟著這首歌的旋律唱的 那就還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可能就是可以救他的聲音 或是用後製的方法 把他的音調到對的位置啊什麼的 可是今天他們面臨到的問題 是他們從其他的歌曲 擷取片段 或者是單個字來修 然後來很像去背那種感覺 只留他的聲音 然後要放在這首歌曲 你知道別首歌有別首歌的情緒吧 所以他們在製作的過程中 只要有某一個字的味道 一改變 或是怎麼修 都修不進去這首歌的情緒裡面的時候 那這首歌基本上就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因為你只要每聽到那個很 就是那個很突兀的字 或是很突兀的那一句話 你就會覺得這首歌好怪喔 你覺得這首歌就是怪 你唱到那邊就是很怪 所以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佩服他們整個團隊 在這首歌整個過程當中 而且錄音跟混音的工程 我就大白話來說啦 他就很像是幫照片上濾鏡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照片本身就拍得非常的好看 什麼都調好了 然後人也好看 天生麗質 那基本上 可能最後只要再調個亮度啊 或者飽和度 那這張照片就會非常的漂亮 可是如果你今天 喔沒有 你拍得出來就是又暗 然後又把人拍得很矮 可是你想要很瘦 又要很高 又要很白 然後又要背景沒有雜質 或者是要把人去掉 那動的東西就會非常的多 當然花的時間也會很可觀嘛 自己如果大家有在poIG前的修圖的時候 就會知道 如果你照片本身拍得不好的話 冷凍的東西就要非常多 那如果照片本身拍得很好的話 那冷凍的東西就相對來講 少了很多這樣子 那錄音的工程跟回音的工程 基本上也是 我自己覺得啦 概念是相同的 如果原本的 呃 錄音的質 品質就非常好的時候 也不太需要去動到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加個效果 讓聲音更飽滿而已 所以 他們這次的這首歌 我聽到說 他甚至有把很多小鬼 他自己原本唱歌的音色跟特色放在裡面 然後 應該說也是有修出來 然後也是有讓呈現出來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聽這首歌的時候 聽到的東西或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我自己啦 我自己聽這首歌的時候 然後他裡面看到的是滿滿的愛 就是團隊間彼此間的感情 然後他們對於小鬼的愛 還有他們想要完成這一份夢想的這種憧憬 不放棄 甚至是他們可能是自以為想要幫小鬼完成的這些事情 我覺得都是很令人動容 然後很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也滿羨慕的吧 就是他能有這樣子為自己這麼賣命的 或者是為自己這麼努力的工作夥伴們 那再來呢 聊到歌詞 現在才聊到歌詞 沒辦法我前面 因為我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 就是我還沒有在看資料之前 我一直以為小鬼其實有錄demo 但是後來才知道沒有 他是 他是只有寫一些歌詞而已 就是只有把詞寫出來 甚至我覺得取 取我也不知道原本有沒有 可能也是後來才 後來才有的吧 所以 我第一次聽到 後來知道這些資訊的時候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震驚的 就是跟我原本 預設想的東西是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原本就 錄好清唱 或是錄好demo的版本 那其實蠻好去做修改 或是去做加強的 但是這些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是 拿以前的東西來補的時候 真的是 謝謝科技 然後也謝謝這些 小鬼很好很好的夥伴 我們才能聽到這一首歌曲 那歌詞的方面 再講回來 在歌詞的方面 其實我蠻好奇 小鬼原本 寫好的歌詞是哪些 然後後來被補上的歌詞又是哪些 因為 有些歌詞好像就是 真的是在描述他 現在在另外一個世界的生活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他裡面有講到說 這裡沒有重量 天使們也不會跳舞 然後穿越幾萬光年 來逛逛我的星球 然後又說穿越平行時空 停留在這一刻 讓我想起怎麼快樂 最後一句話是說 感受生命的重量 感受生命的重量這一句話 在MV裡面其實蠻可愛的 大家如果有看的話 他的那個歌詞啊 生命原本他是寫錯的 那個聲他原本是寫錯 化掉然後再重新寫生命的重量 我仔細看好像他的生命的聲 寫成身體的聲啊 真的是很可愛啊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樣子的彩蛋 有可能小鬼曾經真的有寫錯過 或者是他們在手寫這個稿的時候 就是真的寫錯 他們也不想要把它拿掉 就是很真實的呈現出來 所以這就是地球上最無聊的下午 分享給大家 非常非常好聽 然後很感人 也很可愛 又很溫暖 溫馨的歌曲 來自黃洪生的新歌 然後聽說之後還會有那個 我不是扛秋棒的MV 會拍好跟大家見面 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其實我最近還有聽到蠻多歌曲的啦 包括西洋的啊 還有一些像清風又 清風也是馬不停蹄的一直在出新歌 對所以 呃 林俊傑的下就是 他的那個 第二專輯的如你 好像在近期也要慢慢跟大家見面了 就是下一半的那個 另外一半的那個部分 所以 還是有啦 很多 在年底前 我覺得應該 還會有蠻多歌曲 在這個 動盪的一年當中 來為大家畫下 完美的 結束這樣子 完美的句點 那 是 再來 好來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我 這今天早上有 就是 如果大家有 前面有聽到我的Podcast 就知道我身體 現在目前是 有一些狀況的 然後 一直都有在做治療 然後一直都在回診 我今天又回診了 然後去看上次的報告 好很多 真的 身體真的好很多 有治療有差 然後 醫生其實 還蠻想趁勝追擊 把我的這個 狀況給 補到正常人的 兩正常人的值這樣子 所以 可能下個禮拜 我下個禮拜會去打點滴啦 就是連續掛 三天 他好像是開給我三天的點滴 然後希望我的 三天的點滴打完之後 身體的那個值可以直接再回來 一點 就是更趨近於正常啦 然後其實也是蠻 蠻好的 我覺得 嗯 盡早發現身體這些狀況 然後再去做治療 其實 真的是比你 再晚一點 或是年紀再大一點去做治療 還要來的 有效很多 因為我在做這一個月的 療程就是吃藥啊 還有吃一些保健食品 跟營養品的時候 身體是明顯有很大很大的變化 就是我比較不會這麼累 然後比較不會試睡 然後 就算是健身運動之後也不會有 因為我之前健身運動完可能 會 會精神非常的不濟 可是其實我是有睡飽的喔 我是有睡飽的喔 只是運動完而已 你會覺得好像很正常 沒有 我之前就是不會這樣 我之前就是不會這樣 然後是 最近 就是今年才開始有這個狀況 才會 我才會 真的想要去尋求 就是醫療的協助 所以今天看完 看完診 就回完診之後 心情還蠻好的 就知道自己身體 有一直在進步當中 那希望可以在明年的時候 真的是 好好的回來 就是 你知道還是有時候會進步的時候 你知道你身體在變好在進步 但是你那個症狀一來的時候 真的還是會沒有辦法去招架 我記得上個星期 上上個星期六 上上個星期六也是很 不知道是為什麼 我就可能是早餐又比較晚吃 然後又比較趕 因為我那時候趕著去忙別的事情 結果我就發現 我整個下午就是頭痛到不行 就是痛到爆 就是那個症狀又回來了 然後完全沒有辦法 集中注意力 跟你要走路都很困難 所以 變成一個月可能發生一兩次的時候 跟以前可能每天都是這樣的狀況 真的改善很多 你看這個頻率就知道 之前是每天 現在是一個月可能一兩天 就是一兩次 真的是身體很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或者是作息比較沒有這麼正常的時候 才會發作 那現在 有在做控制 我就覺得 嗯 就是很開心自己身體 又慢慢的 好奇 聽眾也可以去追蹤一下我的 好 就是 順便在跟他的分享 然後你們可以留言給我 最後好 我在留言的 所以 你們如果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每一次發布Podcast的時候 然後 Instagram上面都會有 這一次 這一期的討論 然後我也有放在那個精選裡面 所以 大家也可以去 留言跟我分享一下這一次的歌曲 你們的想法 意見 來聊個天也好 就這樣子啦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